如果说两个人 一个是总统参选人 一个是众议院院长的话 我说中国大陆的反应 从裴洛西老太太来台湾 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是刻意的挑衅的话 它的反应会超乎大家的想象之外 音乐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组长人张有话 我的美国一位朋友 最近突然跟我联络 他谈到了美国政局的一些现象 他尤其是说 你麦卡锡担任众议院的议长以后 对于两岸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台湾现在也在密切接触 麦卡锡在2023年大选期间 找个适当的日子来台湾做旋风式的参访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他的地位跟过去 裴洛西老太太是不太一样的 裴洛西老太太是执政党的众议院的院长 而麦卡锡是反对党的众议院的院长 两个人的政治地位虽然是相当 但是政治意义是不同的 那何况麦卡锡他上任 他直接了当的说 两党对于中国的政策趋于一致 他未来不惜会推动很多的法案 来限制中国大陆在台海的扩张 这些都是事实 所以麦卡锡他来台 他选上了众议院以后 他说希望就任前后能够来台湾访问 这个是麦卡锡自己讲的话 那至于说美国复杂的政治情势 我就不必分析 然而 然而 有一个重大的讯息 是否会成真 大家必须要等着看 就是美国共和党排名第一的总统参选人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提斯 会不会随麦卡锡到台湾来参访 就我所知 台湾也在密切接触这个共和党籍 排名第一的总统参选人 佛罗州州长德桑提斯 希望促成 他也来台湾访问 那事实上 今年也逐渐的要进入到 美国总统的大选年 就在今年 那如果德桑提斯 愿意来台湾 来提升他的所谓的政治地位 或者是所谓的抗中排位的话 他以佛州州长的身份来到台湾访问 那中国大陆 他的反应会是如何 我跟这位美国朋友说 大概也有四项 第一项 就是麦卡锡来台湾 是麦卡锡 然后德桑提斯以州长身份访问台湾 我说过去有柯林顿 有里根的例子 如果他们分开来 还好 那第二个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我说这个重要的选项 那是什么 如果说 是美国众议院的院长 麦卡锡 跟佛州的州长 德桑提斯 两个联美来台湾访问 那中国大陆 他所面对的情势 他会做如何的反应 这个才是重点 那第三个 就是德桑提斯 先来台湾 然后是麦卡锡来 选择的 一个是在五六月间 一个是在七八月间 或者是八九月间 一个是总统参选人 在尚未提名之前 来台湾参访 各位 中国大陆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说第四个 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就是 一个是众议院院长的身份 一个是总统参选人的身份 而不是佛州州长的身份 他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 他反应的情绪 一定一定是非常的强烈 极有可能强过 裴洛西老太太来台湾 所以我从这四项 跟我朋友 沟通的结果 他就认为 如果真是麦卡锡 以众议院院长的身份来台湾 如果他刚当选 众议员 而没来 而没当选 所谓的众议院院长的时候 或许他冲击面也很小 但是他是众议院院长 美国排名 第三位的总统接班人 这个时候问题会非常严重 那至于德桑提斯 他在共和党提名大会中胜出 然后来台湾进行旋风式的访问 如同当年的欧巴马 他到德国访问 掀起的旋风一模一样 这个时候 我说才是中国大陆 他麻烦的开始 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讲 政治局势是错综处杂 但是刻意的挑衅 你必然会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应 那回过头说 如果他们各自来 最好的方式 一个是用众议院的院长身份 一个是用佛州州长身份 因为过去都有这个潜力 这个是对大家都好 如果说两个人 一个是总统参选人 一个是众议院院长的话 我说中国大陆的反应 从裴洛西老太太来台湾 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是刻意的挑衅的话 他的反应会超乎大家的想象之外 请不吝点赞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